中国河南少林寺不知无意高强 连投资理财也是功夫了得 河南郑州4月6号用挂牌方式 出让郑东新区的商业用地 由河南铁松科技以4.52亿人民币 约新台币20.3亿标得 其中公司的最大股东河南元汉实业 最终受益人正是少林寺方丈 适用性 70年前郑州还是小正线 当时人口约16万 现在郑州人口超千万 已跨入全国特大城市行列 这块商业用地面积约 3.82万平方公尺 郑东新区管委会 2060年为该地制定产业实施方案 定位成文化产业类 日后必须从事一文展演活动 这句话是由河南佛 这意味着 当你做得很好 你懂得如何做得很好 拥有MBA学位的方丈 适用性带领少林寺走向商业化模式 在1998年成立实业公司 其中管理资产的少林资管 2008年开始先后投资16家公司 最大笔投资金额高达1600万人民币 约新台币7248万 总金额将近新台币3.6亿元 方丈适用性还实际控制18家企业 佛家说的禅就是静心 因此少林功夫的最高境界 成为无数禅 也就是身怀绝技 却心无杂念 少林进军房市的消息 引发网友热议 看来现代少林高僧 不只要习武念佛 还得经营庞大的宗教文化产业 三立新闻许天文报道